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你要管理自己的資料 反正現在你可以放在自己的電腦、自己的手機 也可以放在雲端嘛 但是我可以問一下各位一件事情嗎? 你放在電腦裡面的檔案你都找得到嗎? 這樣會有點尷尬嗎? 你有沒有發生過 明明檔案就在我的電腦裡面可是我找不到的 就跟我們女生要出門一樣啊 要出門的就插那一件要穿的那一件 衣服裡面每一件都有 就插出去要穿的那一件而已 我們其實有時候你不會有這種情形嗎? 我存檔完,哇糟糕 那個檔案放在哪邊? 或者我上次我記得我有過哪一個檔案呢? 可是我找不到 有沒有這種經驗? 自己的電腦都找不到的 放在雲端會找到嗎? 哈哈 放在雲端更不能找到對不對? 所以 有的人就會這裡藏一個那裡藏一個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電腦有一份 雲端有一份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有沒有發現有時候你會有好幾個版本? 就是同一份文件我會有好幾個版本 然後那時候你就要問自己了 到底哪一個版本還是最新的 所以有些人的檔案命名方法是這樣子 前面標題後面就日期 怕說那個版本不一致 然後就後面再標上日期 可是這樣還是會錯啊 所以怎麼辦? 請問如何? 我們針對這個部分呢 介紹幾個工具 給大家來看一下說 如果你自己電腦能夠先管好的話 那麼我們再來往雲端上找 更多可以輔助大家的工具 那麼在這裡呢 有幾個地方你可以善用一下的 第一個 跟檔案也有點關係的 請問你的剪貼布好用嗎? 你覺得Windows內建的剪貼布好不好用? 打從出娘胎開始 沒有人跟我講過要比較剪貼布 你有比較過剪貼布有什麼差別嗎? 不同電腦剪貼布有什麼差別嗎? 但是我們都知道一件事情 他記性不太好 永遠只記了最後一個 對不對? 請問你摳了兩個三個 你要回去再找第一個第二個的時候 要怎麼做? 你是不是要重摳一次? 這樣會方便嗎? 不方便啊 第二個 剪貼布可不可以用搜尋的 也可以呢 你用過的都很好用啊 你曾經找過的資料都可以變成資料庫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介紹一個這個 再來 各位 你們現在是用Winds還是Winds7 對 有的人是蘋果咬一口的 蘋果咬一口的也不錯啊 也有內建搜尋功能啊 嘿 但是都一樣啊 就是 你如果是Winds7的 你可以試看看那個媒體櫃其實還蠻好用的啊 如果你們以前 以前有沒有人用過Winds SP 有齁 有些人有用過Winds SP的 都不太信任我的文件嗎 所以你的資料會不會放到我的文件 不會 不會 因為那是微軟的文件 不是你的文件 所以大家都不會把資料放那裡 你可能都會放在D槽 E槽 然後自己的秘密空間裡面 你絕對不會放那裡 但是其實Winds7之後啊 這個媒體櫃 它可以類似像捷徑的概念 它有類似像捷徑的概念 所以其實你如果資料夾 假如在D槽裡面某某某個資料夾 你可以把它一樣加到媒體櫃裡面 它一樣可以用的 那麼Winds之後呢 就沒有媒體櫃了 你也不能夠自訂 可是它有一個叫快速存取 有一個叫快速存取 你最近用過的 它會把你列在那個檔案總管的 快速存取的清單裡面 你比較快去找到它 這些都是Windows內建的功能 好 那等一下呢 找檔案的部分呢 我會用這個工具 跟各位做示範 有一個叫District 這個 這個 你在找檔案 就跟搜尋引擎一樣 打幾個字 出來的時候 檔案清單就出來了 你們有沒有用過Windows內建的搜尋功能 有嗎 請問使用經驗還滿意嗎 只能說有點遜對不對 明明檔案就在裡面 剛剛跟我講找不到 找不到 本來是只有寵物店才有的 對不對 就是說 那個 明明檔案就在 可是它就說我找不到啊 好 那所以 這個呢 先跟各位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待會我們要介紹的 那 我現在呢 就一個人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來看看 因為下午的話 我們會介紹一些工具 工具 你再來看看說 這些工具 對各位 會不會有一些幫助 好嗎 好嗎